我是降临极寒来袭 我派凌晨等人运送粮食前往官方安全基地途中 却遇到一群以监狱囚犯所组成的团伙埋伏在必经之路 由于对方人数众多且都带着装备 凌晨只能通过对讲机联系我来支援 对于这群穷凶极恶之徒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从空间取出直升飞机 向凌晨所在位置飞去 五分钟后 我便飞到货车上空 锁定了对方的位置 送给他们两颗飞蛋 对面一百多人 瞬间消失 既然对方这么不长眼 那就干脆把他们的老巢一起端了吧 省了以后时不时就来找麻烦 所以我决定等到今天晚上 他们都睡着的时候再行动 深夜十一点 全员整装待发 我从空间取出装甲车和直升飞机 向离这三十公里外的监狱基地出发 才飞行了不到十分钟 便远远地看到路面上有一个车队 共12辆车子 往我们的大本营方向开去 看来这群人应该也是监狱基地派来的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越野车 由于天气寒冷 都关着车窗 加上车子发动机的声音 所以他们并没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 此时他们还在闲谈 你们说 今天黑哥他们真是被换粮的人干掉的吗 我怎么感觉那么不可信呢 谁知道呢 下午的时候老大派了人去了山坡那边勘察 据勘察回来的结果 说应该是大型炸弹炸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应该是官方基地的人干的 毕竟换粮车队的人怎么可能有导弹呢 难说官方早看我们不顺眼了 极有可能已经和换粮车队的人合作了 这不会吧 他们要是真合作了就麻烦了 但是官方基地的人就够我们喝一壶的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 是不是说明换粮车队也不见得多厉害 不然怎么会寻求合作 你还真是天真 敢拿那么多粮食出来招摇的人 怎么可能只是普通人 按你这样说 那我们不是很危险 我们也才80人而已 我们是夜袭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问题应该不大 而且老大下午就派人一直盯着官方基地那边 基地并没有派人员出动 所以现在山上应该就只有换粮车队的几人 再往前开几公立 我们就下车步行前进 以免打草惊蛇 这时 副驾男突然觉察不对劲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怎么感觉有直升机的声音 然而 我并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机会 方框几下 这个准备夜袭的车队变重复存在 由于凌晨他们开着坦克 所以速度比较慢 因此我降低飞行速度等他们跟上来 而此时的监狱基地附一层 一个大概40多岁的男人此时脸上有些阴沉 他便是基地长 川仔 你说 上午咱们的人真是被官方基地的人搞的吗 根据现场的勘察 很大可能性用的是小型导弹 这个只有官方基地才有 所以我猜测官方和换梁车队的人 可能已经达成了合作 没有想到官方还有导弹 我还以为在天灾中都被毁了 这就有些麻烦了 监狱的防御虽然比普通建筑要好 但是也抵不住导弹的袭击啊 官方就算是有 估计也不多 不然也不会一直不动手 他们现在也腾不出人手 咱们也不是吃素的 想不到换梁队还挺有本事的 竟然那么快就和官方谈成合作 不过也正是他们合作 才说明了换梁队的人 实力应该一般 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寻求帮助 对 老大放心吧 夜袭肯定没有问题 我们就等着夜袭小队的信号吧 到时候就有大把的粮食了 然而此时的基地长 依旧感觉到很不安 昨天他就知道有我们这个换梁队 大把大把的把粮食兑换出去 一天就是十多吨 而且去换梁的人说他们之后 每天都会出来和大家交易粮食 有多少黄金翡翠就换多少粮食 说明这些人的粮食肯定不少 所以今天早上 他就派了一百人的小队 准备去拦截粮食 却没想到自己的人被团灭了 损失了这么多的兄弟 粮食还没有得到 他当然不甘心 下午他的人一直盯着官方基地 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动作 所以他决定再次派人搞夜袭 把粮食搞到手 然而此时的他却不知道 搞夜袭的这个小队 也早已经被灭了 就在他还在思索的时候 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整个监狱都震动了起来